女主派德牧去叫男主起床 她气汹汹冲进来 虫主还在做美梦 德牧绕了一圈满脸问号 像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搞笑的是 她用屁股朝着主人 放了一阵毒气 还咧着嘴笑 发现此招不灵后 德牧突然激动起来 在虫主的头边踩来踩去 然后邪恶地盯着主人 接着在男主头边轻轻地拱了拱 德牧情伤很高 必须要用最温柔的方式叫男主 但他根本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显得有点着急 要不再送出一个毒气弹 他突然走到沙发角落趴下来 又酝酿了半天 隔着屏幕都觉得有味道 这天虫主突然领养了只小狗 这可把德牧气坏了 外面有狗还敢带回家呢 气得想一口把他给吞了 德牧靠近小狗 显得很愤怒 他在寻找机会出击 德牧软磨硬泡 终于是把小狗挤走 甚至还假装生气 很快他就霸占了主人 小狗知道他不好惹 主动来认大哥 德牧却呲牙驱赶 他还是正义的维护者 男主假装要家暴 德牧目不转睛盯着主人的手 他挡在女主前面 男主人一出手 他就冲上前阻止 都给女主感动哭了 太暖心了吧 男主用力打自己的手 又把德牧整糊涂了 他突然激动起来 必须阻止主人的行为 这家伙恐怕是丈母娘送的 太有安全感了 哪怕他坐在对面 只要主人动手 他瞬间就跳过来 女主人幸福地笑开了花 其实德牧跟男主关系很好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添心 不开心了 甚至会钻进主人怀里撒娇 特别交情 蝉使官最近在学态势按摩 于是就把德牧当成小白鼠 看着手法就知道一点不专业了 不过从他的表情看 应该还是挺舒服的 可以在女主面前展示了 虫主的手艺进步很快 服务还没完德牧都困了 家里就像动物园似的 主人不知从哪抱来一窝奶狗 德牧则看懵了 第二天却来了只大白鸭 德牧一看就流口水 是做成红烧 还是做成北京烤鸭呢 看狗狗那么激动 蝉使官只好紧紧抱住 闭口下去就完了 之后主人又找来一只小兔子 德牧很郁闷啊 一个个看起来那么好吃 只能不停咽口水 注意看 德牧目不转睛盯着一窝小兔子 哈拉子都留了一地板子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